二十二点钱发不出来 我就躺下当铁鬼 这一幕发生在1951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 此时美军在正面战场被我军击败 却死皮赖脸的不愿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美军总指挥克拉克还趾高气扬的当众发表宣言 迄今为止的美国的历史上 还没有一个将军会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书上 签个字 请问您不会成为第一个吧 基于此 克拉克为了取得胜利 不顾脸面 在后方搞小动作 出动了联军超过80%的飞机 对我国的铁路公路进行大规模的狂轰滥炸 平均每天出动一千多架飞机轰炸 企图用切断交通运输的办法 或使我国在谈判中退让 美军把这场行动命名为绞杀战 意在扼住我军的咽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美军选择用飞机大炮来为自己争取最后的颜面 这也的确被我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五十年代初 我军甚至连空军都不具备 防空炮也少得可怜 所以在面对取得了控制权的美军轰炸机 我军完全就是一副被打的局面 一时间 后方足干线几乎全部瘫痪 而朝鲜前线上 彭老总率领的60个师 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 常言道 丁马会动 粮草先行 在一场战争中 物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见美军错过了我军的成熟能力 作为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大军 人气挨饿的手段远超常人 即使物资溃乏 依然在前线将美军打得落花流水 可波及不足毕竟是硬少 彭老总不得不暂缓攻势 这让美军意识到战略促效 轰炸机更是卯足了尽头 开始对后方公路铁路 实施昼夜不停的轰炸 可即使炮火连天 物资运送也不能停止 因为这是关乎权限几十万将士生死屠王的大事 打不过飞机没事 我军有任性 敌人炸多少 咱们就修多少 一时间各个重要车站 全都是貌似抢修的战士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敌军的飞机随时会轰炸 可他们却必须按照上级命令修好铁路 有很多人民群众刺发的前来帮忙 在一片片化为被试的车站上 军民一心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堂铁会划钩群 全身都很明确 所有人都在争风夺苗 但这样那一块和一块毕竟也不是长久不计 此时此刻防护是一个重要问题 没有制空权就只能被董白打 相通四街 铁路举助司令梁军英亲自上前线考察 他登上了一辆运送物资的火车 亲自体验了一把敌军的炮火轰炸 相比于他的紧张 火车四街却以不习以为常的样子 还跟梁军英闹起了家常 这种态度显然已感染的梁军英 正在这时一发炮弹过门而入 静好梁军英连起手快 抱着炸弹扔了出去 接下来就是老司机的表演时刻了 在梁军英的目瞪口白之下 老司机竟然凭借着火车喷吐的白烟 折住了敌机的视线 并促制敌机一头撞在了山脊上 这一幕让梁军英想到了共产党的中心思想 游击战术 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和飞机打一剂 这让梁军英产生了希望 只要思想不划过 方法总比困难多 可光游击战还是不够 想要打赢这场运输战 和亲还是在于制空权的争夺 于是梁军英找到了彭老总发映情况 好 铁路运输要有保障 需要通军和高炮的掩护 好比一个瘦弱的婴儿 一定要要跟上 要有奶吃 但彭老总现在也很烦难 为人已经集中全国的力量发展通军 可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但飞机虽然没有 杨军英还是争取来了文数多的高炮 这让运输线再次得以高烟残喘 不过很快就有好消息传来 为人全力促成的杭汉兵终于能够投入战斗 可成立之初 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就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 在几千米的高峰中 与空战经验丰富的美军黄牌飞行员 展开说死搏斗 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 领备受命力软狂澜 这是仓促成立的恐惧部队 垂速成长 在短时间内就机会接上一计400多架 连美军的黄牌飞行员也产生了巨大 毕竟将执行轰炸任务 置为死人任务 与此同时 美军指挥部也发现 虽然攻占行动终于不平 可我对越修线一人还在试围 这让负责前线处战的美军指挥官暴走入里 因为我约没一辆过游的成功运输 由准变成了射向美军的大炮子弹 可怕其一运气 其他美军长官也是牢骚满足 找负责原因相互负责任 科拉克上将图止了这些迷环力量的酒铲 价格改变色列 长期实质不如断其一指 科拉克军将全面轰炸改为重点轰炸 在俄军运输的必经之路 31715米地段进行一级轰炸 这一招确实打在了要害上 一时间 俄军的物资运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为了强冲暴得工作线 铁路线上到处都是散落的物资和死伤的战士 而且美军北京员好像有一些恼羞成务的意味 与共产党伤员也不放过 进行了惨无人脑的屠杀 而此时 前线战士之间 铁路局得到任务 必须在四十余天之内 把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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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动到前方 三点目 以后要把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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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走 军北要求 必须在四只间内 把这些粮食密到前方 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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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栀 联� grams 在今天晚上 有一辆运送药品和血浆的重要列车 要通过317路段 让它务必保障列车安全 而此时的317路段 早就已经成为一品飞机 上千架飞机日夜不知的轮炸 哪怕是一座山 一条就上了 多况是一条 没有任何保护硕制的体育 杨峰英知道情况后 立马命令一个战士 去阻止列车通情 因为这套列车 一旦进入317路段 满车的药品和血浆 将瞬间化为无人 幸好这个命令下达了结实 列车一旦停止 幸运的一场残验 可此时的317车站 这已经再次面临美军的轰炸 无数战士死在炮火和机枪之中 但这并未让他们聚躺 连长更是身先适足 冒着炮火拿着机枪 追着美军的飞机进行散射 美军飞行员对于这种反抗 直接就是一枚导弹所命 但连长为了给战士报仇 盼不畏死 直面炮弹 终于打落一架飞机 美军的炮火终于停了 但在浓浓的炮火硝烟中 却掩埋了无数烈士的尸骨与亡魂 药品运作失败 彭老总亲自打电话责问 还扬言要挥泪斩马素 但梁军英可不在乎头上的脑袋 亲自拒找彭老总汇报情况 在梁军英看来 这次的失败很大原因在于 我军力量不够统一 美军已经实行重点轰炸的计划 我们也应该把力量集中于一点 对所有部门进行统一管理 强修运输防空 三者统一协调 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对攻势作出反应 这个想法跟彭老总不谋而合 当即成立前线运输铁道局 并任命梁军英担任局长 梁军英却觉得自己太过年轻 不能担此重任 但随即他就被彭老总一般肺腑之言所感染 我对铁路关心的不够 你不要怪我 铁路公路就像人的两条腿 道路不通 血脉就不通了 这可是一个重担 铁路的梁恩万斤铁轨 就这样压在了梁军英 孱弱的肩膀上 梁军英也确实是一个身具才干之人 在他的担惊截律之下 中国的铁路完成了一个壮举 一决搭通了东部交通网的建设 改变了共产党公路运输的被动局面 同时梁军英还做出了一个重大贡献 在铁路的主要江桥路奔 推行了可拆卸电桥和迂回桥 成功保证了铁路的正常通行 而那些为数不多的防空炮 更是被梁军英发挥到的极致 在战场上调来调去 眼看计划再次落空 美军总指挥再次改变策略 把重点轰炸改为两头轰炸 目标直指我军的仓库重地 这个计划很快建功 我军22级车厢的物资 因为飞机轰炸被都在了江边 只能用牛马车进行转运 梁军英得到消息后也来到了现场 恰逢敌机进攻 幸好梁军英提前做出了准备 国家高射炮在第一时间投入战斗 中国的空军支援也迅速赶到了现场 此时的中国早就已经脱胎换骨 再也不会几架飞机轰炸就束手无策 中国的空军力量正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震撼着世界各国的眼球 可提机虽然被搭配 但装载弹药的车厢却被点着 大火凶猛无法扑灭 梁军英知道现在必须把列车分开 并且尽可能地把列车开到远处 不然一旦引起连环爆炸 后果将不堪射想 梁军英虽然明知这是一个被死的任务 但却毫无惧怕之心 可还没等他上前 车站长老宋越重而出 冲向了电车 车厢被分开了 而老宋则驾驶着车头开往远处 今生的季节车厢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生爆炸 光火硬红了老宋坚毅的面庞 他带着希望慷慨复死 历史会记住这一刻 终于在历史十个月之后 美军苦心经营了桥沙站 宣告全面失败 跌入安全网 火车长得无数 军队战士都为此新兴 铁军长得进了一个转眼的军力 因为这条长空的铁路 是一无数战士的血路之躯 呼救而成 而美军宗指挥赫拉克上将 也正是成为美军游说以来 一位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协议书上 签字的讲究 美军惩罚的时代 至此一去途复返 的 铁军